为什么想到要发明这些东西 比如说五中生有 智能产水器是在我大二的时候 一次支教的时候 才突然间起了灵感 然后我想发明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在我支教的西北地区 大家都知道是很干旱的 就是我们当时喝的水 都是要走上几公里 几十公里去取到的水 但是这些特别不容易取到的水 它并不是很干净的 就是有一些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些杂志 但是我们在那里生活只是一个月 但是当地的人们在那里要生活很久很久 几十年 一辈子 他们都是在用那样的水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作为一个青少年 可不可以用我们的所学来帮助他们 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让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喝到同样的充足的又干净的水 所以回头我就和我的小伙伴们 一起进行了头脑风暴 然后我们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吧 然后研发了我们的装置 咱们自己技术有专利吗 我们的智能产水器 整个它就是一个专利 专利 还有我们的吸附功能 吸附功能 对 都是自己的专利 好羡慕你们 也好佩服你们 就是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就能想到这些 或者是热爱这些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 我真的很 挺感动的我觉得 我们以前经常说 少年强则国强 青年心则国家心 当然在我们的国家 还有千千万万像 他们这样的少女 可能在做这样的事情 从他们上看到了 我们国家 未来对科技的 这个后备人才的力量 我相信肯定在 未来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国家 肯定会有更多的专利 会有更多 属于我们中国 自己发明的一些 独到之处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科学赋能 普发银行信用卡 科技入库时刻 我们请四位嘉宾 为科技少女团三项科技开启 制造将来科技库 请开启 现在我们就请队长 以为轩代表 整个科技少女团 进入到制造将来科技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